25年会有怎样的变化?是岁月留下的沧桑还是月历给予的成熟? TVB重播的剧集中都是比较久远的,像早前的法政先锋和近日疑似为使徒行者三造势而在深夜重放的使徒行者。 近日白天时段就正在播放经典的剧集《真情》,这部剧集播出的时候是1995年,距离至今已经有25年的时间了。 剧集有李思琪、刘丹、薛家燕、曾江等人主演,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如今的《花旦小生》也在剧中。 剧集是一部数量高达上千集的时装情景喜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呢? 二十多年过去了剧中的演员现在又是怎样的发展和容貌呢? 下面为大家整理整理。 李思琪1968年参选《香港公主》获得冠军后而进入娱乐圈, 同年加入《丽的电视》,1971年加入《无限》,参演《雷雨啼笑因缘》, 1978年重返《无限》,出演《大亨强人》《流氓皇帝》等作品。 凭借射雕英雄传《包西若一角》获得更多关注, 1990年回港发展,出演《真情》引起关注, 2008年凭借电视剧《唐星风暴》夺得2007年万千星辉颁奖典礼, 最佳女主角及2008年阿斯绰华丽台电视剧大奖《我的之爱女主角》, 2010年受颁万千星辉颁奖典礼万千光辉演艺人大奖, 2001年至2005年因患有子宫颈癌而停工休养, 2017年回TVB参演《唐星风暴3》。 薛家燕,薛家燕,1950年3月30日出生于中国香港, 是一位资深女艺人,她毕业于香港盛唐中学, 并于1959年开始拍电影《处女作》是七儿八女九状怨, 1978年,她转头电视发展, 并与李小田主持了《家燕与小田》的节目, 1996年,她拍摄了《无限剧集真情》, 2000年,她主持了《妇女节目》《家天下》, 2004年,她主唱了歌曲《寸草心》, 并与孔庆祥合拍了电影《花街欢乐访》, 2007年10月18日和19日, 她参与了《问我30年李小田》演唱会的演出, 2018年,她主演了电影《重新爱你》, 2020年,她出演了《朱杰有问题》, 薛家燕是70年代的《粤语片女星》, 也是港星中备受尊敬的女前辈之一, 2013年5月21日, 她以大使身份到超市出席了珍稀实物信息活动, 曾江,1955年, 曾江出演电影《童鸟儿》出摄影视圈, 后放弃演艺事业赴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学习建筑专业, 学成回香港做了三年建筑师, 1964年, 因出演大马戏团男主角重回阔别多年的演艺圈, 1983年, 因出演射雕英雄传中一正一邪的黄钥匙一角, 为大众所熟知, 当时年过50的她, 先后出演了《英雄本色纵横四海》等作品, 成为吴宇森一系列江湖电影中的黄金配角, 1990年代末, 曾江还在好莱坞电影间《风时刻二安娜与国王007之则日而亡》等作品中频频出镜, 1993年起, 曾江与香港话剧团开始合作, 2007年, 平德林与慈禧荣露一角荣获第16届香港舞台剧奖最佳难配角, 2011年, 因参演《窃听风云2》获得第12届明报周刊演艺动力大奖最突出男演员奖, 第3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难配角奖及第12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最佳难配角提名, 2014年, 瑞士出演续集《窃听风云3病平子》获得第3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难配角奖, 2022年4月27日, 曾江在香港一家酒店去世, 享年87岁, 郑子诚, 剧中饰演坚决的郑子诚让观众恨得直痒痒, 如今郑子诚多数也是饰演一些尖角, 虽然面部有些许发福, 但是却是一味不可多得的配角, 在接下来的新剧《七公主》中郑子诚一江和林夏威, 高海宁等人联合主演, 不少网友都十分期待她的表现, 郑子诚是一位出生于1963年5月21日的中国香港影视男演员和主持人, 她曾在加拿大进修时开始担任DJ, 后来成为无线电视议员, 她擅长饰演反派角色, 最为熟悉的是在《真情》中饰演李子浩的尖角, 她还曾在香港电台第一台主持电台节目《音乐情人》, 并为香港电台节目配音, 她出演了多部影视剧作品, 包括《明天不一样一神话佗》《非常外富》和《大将元》等, 她凭借超时空南辰获得了《万千星辉颁奖典礼2017最佳男配角》提名, 并在2018年获得了《万千星辉颁奖典礼2018专业演员大奖》, 她还出演了电视剧《爱上我的摔神》、 喜剧《爱情》、电视剧《青宫和悬疑爱情》电视剧《傲娇与张经》等, 她的表演备受赞誉, 曾入为《万千星辉颁奖典礼最佳男配角》提名, 郭可颖, 当年只有25岁的郭可颖脸上透露着稚气, 虽然现在郭可颖已经很少出现在剧集中, 但是时不时和老公明文龙出席活动时都可以见到。 相比之前郭可颖似乎更少了, 不过就多了一份《女人为何成熟》, 当年和陶大瑜主演的各部剧集都已经成为了经典。 1993年, 郭可颖参加第21届香港小姐选美, 获得最佳演艺前志奖和最受传媒欢迎奖, 随即签约TVB, 不久后搭档陶大瑜主演首部电视剧《Catwalk Chow》家人正式出道, 1995年主演形式珍疾档案中高捷一角走红, 成功晋升为TVB当家花旦, 并且凭此剧夺得1996年度一周刊电视大奖十大电视艺人第二位, 随后主演的TVB商战剧创世纪, 人气进一步提升。 2002年, 凭借法网一人沈学一奖获得TVB万千星辉赫台庆年度我最喜爱的电视角色奖, 2006年, 主演酒店风云获得新城劲爆电视大奖颁奖里新城劲爆女主角奖, 2017年, 获得第二届画顶奖十年全国观众最喜爱的影视明星奖。 刘丹, 刘凯威爸爸刘丹当年还是满头黑发, 看上去十分年轻, 二十多年过去, 刘丹已经看上去已经十分沧桑, 不过依旧在处境剧爱回家之开心宿地中为大家带来欢乐, 慈祥爸爸的角色深入人心。 1977年加入香港无线电视台, 1980年在经典剧集上海滩中饰演大返派冯静遥, 1983年在黄日华, 翁美玲主演电视剧射雕英雄传中饰演红七宫, 同年在香港TVB版刘德华, 陈玉莲主演电视剧神雕侠侣中饰演红七宫, 2012年在无限处境剧爱回家饰演主要角色马虎, 2013年在香港无线电视剧恋爱星球人士钟池金贵, 同年又在香港无线电视剧神探高伦布中是蔡田。 腾立明,虽然说现在腾立明是一头长发, 但是她在小编印象中还是一头利落短发的造型, 当年腾立明更多的是中型, 现在十分有女人味,状态胜过当年。 在接下来的一部重头剧《驼枪师姐2020》中腾立明的出演让剧集锦上添花, 毕竟当年腾立明也是灵魂人物。 陈建峰,当年陈建峰还是一个跑龙套的角色, 剧中仅仅是演了酒楼的服务生,戏份不多, 现在陈建峰虽然不在TV比,但是依旧在圈内发展。 如今陈建峰已经是一位演技派艺人, 虽然模样和二十多年前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是却有发福的趋势, 不少网友都呼吁陈建峰千万不要走样了。 1995年, 滕立明参加新秀歌唱大赛并进入前八名, 以旁听生身份加入无线电视演艺行业。 1997年, 在电视剧《真命天师》首次出演女一号龙晶晶。 1998年, 拍摄无线电视剧《驼枪师姐》系列被观众所熟知, 出演了《心慌心欲逐个桌心里心里有个迷、 孰男友获驼枪师姐2021等影视作品。 2009年, 凭借窑窕淑女获得万千星辉和台庆最佳女主角。 2010年, 凭借女人最痛货万千星辉颁奖养典礼 《我最喜爱的电视女主角色》的荣誉。 2021年1月25日, 参演的电视剧《驼枪师姐2021》在中国香港播出。 林峰, 富二代林峰近年结婚完成了人生大事, 不论是事业还是爱情上都十分顺利, 而当年林峰和陈建峰一样仅仅是跑龙套, 虽然林峰越来越帅, 但是林峰的发际线却让网友十分操心。 1999年, 第13期五线议员训练班毕业后正式出道, 2001年播出的每位情缘是林峰首歌, 不担任主演的电视剧, 同年又参演了《寻情记》, 渐渐为观众所熟知, 后来主演了诸多影视作品, 也获得过许多奖项, 其中凭借《太极》获得亚洲电视大奖最佳戏剧男主角奖, 凭借《使徒行者》和《回到三国》获得话顶奖中国最佳电视剧男演员奖, 林峰的其他代表影视作品还有《弹琴说》《暗黑金风暴反贪风暴4》等。 音乐方面, 林峰首张个人专辑《爱在记忆》中掌拟于2007年11月23日发行, 2008年发行的热门单曲《爱不救》成为了林峰的一大代表作品, 并且林峰凭借其演唱实力陆续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优秀, 游行歌手大奖和十大竞歌金曲《亚太区》最受欢迎男歌星奖等众多奖项, 林峰的其他代表音乐作品还有专辑《Your Love Trap》《望我》, 单曲初见《无人问我》低谷天堂等。 林峰于2019年与模特张新月结婚, 《婚后的林峰》仍然活跃在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影视和音乐领域, 近年来主演了《使徒行者三星辰大海神探大战》等多部影视作品, 并且参加了披荆斩棘的《哥哥第二季》和《无限超越班》等综艺节目。